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台南县北门乡的乡亲们接清零展览开幕典礼 现场也由台南县北门国小的合唱团献唱还有演奏直笛 台湾博物馆今年是一百年 因为我们在规划土营的展示馆 就在对面有一个新的展示馆要开馆 它是一个蛮大的空间 所以我们要充实这个展示馆 我们就开始在寻找有什么东西可以代表台湾 可是又可以在一个大的展览室 可以呈现一个比较大的起步 当然我们也想到恐龙 我们也长摩像 所以我们就想说如果可以跟台南县要到这么一个巨大的经济标本 到展场来展览的话一定很好 这条巨大的抹像金长约14公尺 重达50公顿 不仅是全台湾第二大 同时也是全世界第四大的抹像金标本 文件会诚挚地邀请全国民众把握机会 全家大小一起来体验这生态保育珍贵的一刻 文件会媒体公关主 台北报道